是道地的打假球量 那就是道地的一個政治操作 他們老實講 現在民進黨在立法院 他是國會的多數 他真的要做就Just do it 他現在讓時代力量提 然後他給人家呼喚 他放在那裡 主決議可做可不做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通過這個他放著 對那個很深綠的交代 就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純粹就是未來 要選舉的時候 再拿來操作 來得到他的政治利益 一點都沒有實質上的一個效果 我覺得在我們現在全球疫情 這麼嚴峻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疫苗又沒有辦法順利取得 這個疫情在這個時候丟出來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感覺到 他是不知民間疾苦 你特別拜託民黨政府 真的不要再玩這種把戲 真的一點都不好玩 基本上面來講 在預算案的主決議裡面 預算跟預算有關的 那個預算裡面的主決議來講的話 他是有法律上的消息是沒有錯 但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改國徽的話 不需要用主決議 不需要用主決議 那你就去改就是了嘛 不要用這個東西來模糊焦點 所以我才講說 為什麼他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他實際上面你要做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 因為你現在民黨 除了你行政團隊是掌控之外 你的立法院裡面 你也是多數 這個又不是修憲的議題 他又不需要經過 十分之三的這個統領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說 你需要取得大家過世之後 才可以做的事情 這個東西他只是 反正就丟給內政部去研究 研究再研究就會不了了之 這是一種拖延戰術 事實上也是民黨常常做的 做的一些假動作 這個民黨打假球不是第一天 對我們來看民進黨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民進黨從這麼幾十年來 應該有三四十年來 就是一直告訴台灣人民說 這個民黨要取得執政權 必須達到國民黨的目的就是因為 民黨是要讓台灣人享有 真正的自由 台灣獨立 但是民黨現在已經完全執政 他們以前一直拿 台獨的這個神主牌 來欺騙人民的這個動作 現在已經圖窮必見了 就是已經應該要先牌的時候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去做 任何的改變 從2000年的陳水扁執政 到現在2016年的蔡英文執政 這一次還是完全執政 就是在立法院國會也是多數 民黨還是沒有去做 表示他們長久以來 說要接諸著說這些 鼓勵我們台灣人民的話 很多事實上只是為了欺騙選票的功績